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网际网路应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网际网路应用的课程 在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十个讲次 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是网路安全 我是主讲老师 我是林鸿仁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讲次的单元目标 好那么在这个讲次的单元目标 我们主要只要来讨论资料加密的问题 好那我们都知道 在网际网路兴起之初 我们都会有一些使用电脑的习惯 但是之前当我们要使用电脑 会有一些安全上面的威胁 这些威胁主要都是来自于 我们使用磁片的习惯 可能在之前网路也没有这么发达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使用像是磁碟片 来复制 好来存放一些资料 那在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复制 存放一些资料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像是感染电脑病毒的 这种安全的威胁 但是网际网路兴起之后 我们也知道网路在使用上 会比我们使用磁碟片又方便得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同学或者是我们的使用者 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来经验到 像是各式各样的对于像是安全上面的威胁 比方说我们使用一些档案 或者是我们去存放一些资料 或者说我们在同学在学校里面 或在公司里 我们都会很习惯的使用像是随身碟之类的 一些储存的工具 或者一些储存的媒介来存放一些资料 那么像这一种资料 可以快速的在我们各个电脑之间 这种传递传输的方式 它其实对我们使用电脑上面的安全的威胁 其实是有更大的风险 那么当然在这个讲次里面 我们主要就是来讨论一下 像是我们使用的习惯 像是网机网路兴起之后 我们的这种使用的方式 或者是我们使用的习惯 会不会让我们在使用上 会产生更多资讯安全的威胁 或资讯安全的风险 那这么便利的网机网路 它在我们使用的这种情况之下 它会成为我们电脑病毒散布的一个媒介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同学 在享受像是网路这么方便 或者是使用随身碟存放资料 这么方便的这种使用情况的同时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些使用的安全的警觉性 这样我们才不会让我们的资料 让我们的电脑 让我们的应用程式 产生一些可能有些损毁的这种风险 尤其是资料 可能我们的资料也就那么一份 那如果损毁的话 通常造成的损失 其实是难以估计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讲次里面 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子 来有更多的资讯网路的安全 那我们根据资设会的一个产业情报的报告 在2011年 我们台湾的资讯的安全市场 它大概的规模有7亿美元 而且这个市场将来的成长 还有7%的成长 那我们透过字卡来看一下 我们的资讯安全可能会来自于哪一些 我们的资讯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像是 骇客入侵 或者说是个人资料外泄 或者是电脑病毒感染 或者是资料库安全 或者是电子邮件这些 所以我们在刚刚的字卡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资讯安全的威胁 其实它是来自于多方面的 多方面的 并不是说我只要注意 我不要去随便复制一些软体 或复制一些程式 下载一些程式就可以了 其实它是蛮多方面的 所以说这种资讯安全的市场 在我们现在的评估里面来看的话 它会越来越成长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应用电脑的方式 越来越多样 所以我们可能产生的威胁 可能会来自于许多 也许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还不知道将来我们的威胁 会来自哪个方面 所以说这个市场 在现在看起来的话 会越来越成长 那么怎么样来防止这种对于资讯安全的威胁 对我们现在的企业来讲 已经也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也知道 在现在的网际网路的应用 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蛮多层面的 那在应用上面 我们会在食衣住行上面 在很多地方 在工作上 在学习上 在生活上都会用到 那么所以对于某一些 可能说我的传输安全的要求 比较严格的这种应用来讲的话 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更谨慎 更妥善的一些资料保护的方式 我们一直在提醒 就是资料 资料常常就是 它不会有很多 不会有很多的备份 那有些资料 它其实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保护的时候 资料其实是我们保护的 首要的目标 好 那我们这样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字卡 来看看网路的安全 为了让资料在网路上的传输 更有安全性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方法上面 一些手段上 用资料加密 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段 好 那我们也知道了 在刚刚有讲说资料加密 那资料加密 我们待会就要理解一下 它的应用 它的想法 那资料加密的主要的想法 就是说当我们的使用 比方说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使用者 在网路上面 在传送或者是接收讯息的时候 那实际上 这个资料都是存在一个单位 一个资料的单位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资料单位 就把它称作一个封包 存在封包里面 放在封包里面来传送 那这个封包在传递的时候 我们就透过网路 通过也许我们的网路卡 或者我们的router switch之类这些设备 就会往外传送 好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字卡上面的说明 当我们的封包在传送的时候 在网路上传送的时候 其实它会有一些 存在一些风险 这些风险就很像说 这个封包在传递的时候 可能会被不当的截取 或者说这个封包在传递的时候 内容会被篡改 会有这样子的风险 好 那我们刚刚在字卡里面就看到了一个概念 我们要传输的时候 这个资料会被放在一个资料的单位里面 叫做封包传递出去 那同学可能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那我好像不太容易意会 我们在传递的时候 这个封包对我们来讲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我们可以来这样子来思考说 这个封包同学可以把思考说 就是我们在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传递的这种信件 所以这个信件在传递的时候 也许会被一些有信人士 去偷看这个信件的内容 封包也可能会被偷看 那有些人士呢 他也许在传统的信件上 会去把他的内容去篡改 然后再送给你 所以封包在网路上面传送的时候 也有可能被篡改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看到的问题 我们的信件的问题 移到网际网路上 移到电子化的设备上 还是有一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解决问题 几乎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有些时候 有些有信人士会可以用一些工具 那我们就比方说像sniffer这种工具 这些工具都可以拦截到一些 网路上面的一些风包 那这个风包被拦截下来的时候 就可能会被窃取 会被下载 会被篡改 所以存在这样的风险 那所以我们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尤其是在无线网路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更注意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 好 那么在刚刚的节次里面 我们提到了 我们的资料在传递的时候 会被包在一个风包的资料结构里面 来这样子传递 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它会被窃取 它会被篡改 那么它跟一般我们的信件 被窃取 被篡改 它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主要的想法就是说 当我们的电子资料 被窃取 被下载 被篡改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更不容易察觉的 更不容易察觉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些电子化形式的资料 它很容易被复制 那这些电子化资料被篡改的时候 我们又不太容易看到痕迹 不像手写的 纸本上也许有差势 也许有一些笔画 看起来好像不太顺 串改的痕迹 电子化资料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些 这些串改被窃取的痕迹 所以我们就要想到一些 其他的方法来防堵 或者是来避免 这样子的 像是资讯安全的威胁 那既然说 我们在网络上面传输的时候 这个风包 我们如果要保证它 不会被下载 不会被截取 这个任务可能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资讯安全的防护呢 我们来看一下字卡的说明 那么在目前资讯安全的做法上面 我们是用资料加密的方式为主 那资料加密的目的是说 如果有一个资料 如果被一些有心人士不当地截取的时候 那么这个截取的这个人 他也可能会因为没有办法辨识他的内容 而没有办法去使用它 用这种方式来保障我们使用者资讯的安全 那我们透过刚刚的字卡也理解 我们就是用加密 主要是用加密的方式来保护我们资料的安全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那么资料加密的 如果有一个资料 它被加密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经过一些测试 比方说有些骇客去拦截到一个被加密过的资料 当然加密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资料我们如果用肉眼去看它 我们不太容易去辨识它到底是什么意义 这是加密的目的 把这个原来我们可以直接辨识的 这些文字或这些符号 把它转换成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辨识的符号 那么这种被拦截下来被加密的资料 那骇客会使用的方式可能就是 可能不停地去测试它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测试它 去反解它 去解密它 把它解密成可以被辨识的资料 那么这个资料是不是一定没有办法被解密呢 实际上我们的看法是说 有些资料被加密之后 那么它其实是有机会被解密回来的 被解密回来的 也就是说经过不停地测试 不停地测试 那它有可能会被解密成 我们用我们的肉眼可以被辨识的明码 或者我们说的明文 那么只要说这种测试的时间 可以把它拉得够长的话 比方说我们这个加密的资料 如果有有心人是要截取之后 要去反主义它 反解义它 那么需要经过比方说好几百年 实际上好几百年的这样的时间 就足以让它的资料够安全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么多年之后 这个资料可能也就没有再被加密的必要性 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拖得够长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觉得说 这个加密的方法是够安全的 是够安全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由字卡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解释的一些名词 所以我们刚刚就解释过 对资料加密跟解密 那么对资料加密跟解密的这种学问 我们把它称为密码学 那密码学主要研究的重点是 我们怎么样来确保这个资料的私密性 也就是说如果资料在转换的时候 在传输的时候被窃取 它也没有办法被正确的辨识它的意义 这个就是我们加密解密 所以这个密码学同学会说 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想法 就是一些演算法去加密解密它 也讲到密码学 可能对同学来说 好像这个又有点抽象 什么是一些演算法 什么是把资料加密解密的这种学问密码学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认识它 那实际上这个密码学它的本质 就是一些数学的运算 数学的运算 那比方说我们会用一些 很大的文字 很大的数字 或者是用一些很大的值数 再一起加到我们原来的资料里面 一起做运算 那可能会去像是取一些因素 取一些余数方式的方法 都是一些数学的运算 那经过这个数学的运算之后 那这个资料它可能可以藉由这样子的方法 能够产生一组我们没有办法辨识的 不容易去辨识的资料 那这个把它称为计算过后的密文 加密后的密文 那所以这种 这种像是我们刚刚讲 一组很大的数字 很大的值数 去做运算之后 那么我们如果被拦截的话 它其实也不太容易 能够经过测试 不断的反复的测试 去反解回它的资料 所以我们在实物上面 的加密方法 通常都是利用这样子的特性 就是我在加密的方式的时候 我加密的运算会很简单 可是我没有告诉你 我怎么加密的时候 你要把它反阻回来很困难 通常都有这样的特性 当我可以保护了我加密的方法 或加密的密码的时候 要反解回来就会变得很困难 所以加密通常有这样的特性 那我们可以找出这样特性的方法 这样特性的数学方法 那么它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有用 或者是很有效的加密的演算法 所以我们就解释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学方法 同学也不要把它想象得太 好像是太困难 或者说太高深莫测的这种名词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字卡 对刚刚的说明来做一个解释 我们看一下加密部分 Incryption 所以这就是利用数学的运算 将直接可以阅读 而且明瞭它意义的明文 把它隐秘起来 变成没有办法解释它意义的密文 所以在刚刚的字卡里面 我们就知道了明文 就我们刚提过很多次 我们可以直接辨识的叫明文 不可以直接辨识的叫做密文 所以为了确保我们资料的安全 资料在传输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这个明文把它包装起来 变成密文 变成个秘密的文字 然后在传输的时候 我们用秘密的文字再放到我们封包里面 然后再做传递 所以在传递的过程中 即使这个封包被不当的截取了 所以被看到了还是这些秘密的文字 这些密文 所以这个密文呢 它就不太容易 就我们刚刚讲的 不太容易被计算反解回原来的明文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字卡上面的解密 好 所以解密呢 decreation 就是说当我们的接收方 接到这个密文的时候 把它还原成一个明文的动作 所以这个想法也蛮容易理解的 所以在刚刚的字卡里面 我们也知道明文跟密文 就是两组 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 一个是容易辨识 一个不容易辨识 就这样子而已 那么当然呢 在我们刚刚讲的 加密的演算法里面 我们加密跟解密的这两个动作呢 它其实都要相互配合的 它因为这样的相互配合 利用这样的数学方式 能够把它明文跟密文之间互相转换 那么对我们来说 这个演算法才会是一个有用的演算法 好 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 我们从字卡上面来看 比方说我们现在要传送的资料是boy 男孩这个boy 那我们叫做明文 因为我们用肉眼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男孩的意思 那我们的演算法呢 假如我的演算法说 把英文字母往后推一位 叫做我的演算法 相当简单的一种演算法 那么boy它就会变成密文 cpz 因为b往后推就变c o往后推就变p y往后推就变z 所以传输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cpz这种密文来传输 那当我们的资料传到对方的时候呢 对方在用解密的演算法 解密的演算法呢 就是把英文字母往前推一位 所以这个资料呢 就变成原来的boy 所以这就是加密跟解密的基本观念 好 那我们刚刚的字卡上面呢 就看到这样的资料之后 我们来看看 那其实我们的资料 我们刚刚的方法 加密跟解密的方法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字母往前推往后移 那么这样子往前推往后移的资料 它其实是容易被破解的 所以它其实是不太适合 作为一种安全的保障 所以如果我们要有更好的安全保障的话 其实我们要有一些更难被破解的方法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做最后的介绍 那么在刚刚的节词里 我们介绍了一种很简单的 加密跟解密的方法 就是把字母往前推 把字母往后移这种方法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 这样的方法在传递上 如果是很重要的资料的话 其实它安全性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再由字卡上面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方式 好 那我们现在在使用的 这种加密跟解密的方法 除了可以用更复杂的 加解密演算法以外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加入金钥来增加它的安全性 那我们刚刚从字卡上面就看到了金钥这个想法 那金钥是什么呢 金钥就是一把钥匙 可是我们在资讯安全里面 我们解释的金钥 它是属于我们在加解密演算法里面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是什么意思呢 变数就是一串符号 那么这串符号它会因为个人的设定的不同会有所改变 所以比方说这种 在字卡上面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金钥它一旦是一些符号 那它的单位是用位元用bit来表示 那比方说用128个bit来 256个bit都有 那么这个长度越长的话 它的保密的安全性就越高 好 那透过刚刚的字卡 我们也就解释一下金钥的这个部分 那在这个变数里面刚刚也提到 我们会有不同长度的金钥来储存它 所以这个金钥呢 其实在安全性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因为它是钥匙 所以我们在加密解密的时候 其实就要妥善的来保存 那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一些 刚刚讲我们的演算法是一些数学方法 所以我们在计算这个明文密文的时候 就会把刚刚的金钥 所以自己设定的这种金钥 比方说它是一个安全的密码 把加入一起计算来得到一个密文 这是我们的想法 那所以说我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用不一样的金钥 去加入计算的话 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密文 所以我们真正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字卡 提供一个概念 这个字卡就是说 其实我们加解密的演算法 并不需要特意的保密 那金钥才是我们要保密的重点 所以这个想法呢 就提供我们同学做一个参考 其实数学方法可能不是那么机密 但是你自己保存的那个钥匙 是很机密的 所以不可以随便的泄漏 因为不同的数学 我们用一样的数学方法 如果用不一样的金钥 我们都会计算出不一样的密文 不一样的密文 所以有这种概念的话 我们在资讯安全的知识上面 才会知道说 什么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重点 所以说目前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很多加解密的演算法 它其实被证实有很好的保密的效果 那么我们如果可以确实保管金钥的话 那么就可以防止这种 我们的资讯在传递的过程中被窃取 那么这个金钥呢 它其实一般来看的话 它可能都是一些没有关联的一些 很长的一些文字 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字串 所以说呢 这种比较长的文字或字串 没有关联性的话 它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不太容易去记忆它 所以使用者在加密的时候 要怎么办呢 可能说我这个金钥 我没有办法去记忆它 所以一般它会被存在一些IC卡里面 IC卡里面 那我们要使用它的时候 要透过我们自己设定的密码的认证 那这样的话呢 所以我们在保管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IC卡跟我们的密码 是我们保管的重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字卡上面的说明 来看看这样子的分类 好 所以密码学的研究呢 它会有很多种的分类的方式 那怎样可以由加解密的演算法来做分类 或者是也可以用我们加密时候的明文的切割分类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加密的金钥的使用方式来分类 那么我们用那种金钥的使用方式来分类来看的话 就有对称式跟非对称式的主要的区别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字卡 来看一下对称式的分别 好 那么对称式的分别 Symmetric 对称的 它的做法就是说 跟我们之前的说明一样 也就是说我发送端跟接收端 使用相同的金钥 好 相同的 所以我们用对称 对称就是两个都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相同的金钥 好像是美国政府跟IBM公司在1970年的这个开发的DES Data Equation Standard的这种方法 就叫做对称式的加密 好 那我们透过刚刚的字卡知道说 像这种对称式的加密的话 它其实接收跟发送我们都是使用相同的金钥 所以我们在传送的时候 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 把这个金钥传送到对方手上 所以因为是这样的缘故 那么在对称式的使用上 我们在金钥的传递上 可能就是变成一个比较重点的部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下一个字卡 我们来看看它的优缺点 好 那我们使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说 对称的方法加解密它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快速 而且如果说我们的金钥的长度比较长的时候 其实它密纹是不容易破解的 那么它另外产生一个缺点就是说 我们在传送接收的时候呢 要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来传送我们的金钥 好 接下来我们可能再看一下下一张字卡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另外一种叫做非对称式的 A symmetric 非对称式的 它是1980年代 Revest 雪梅尔 跟Elderman 这三个人共同开发的一种RSA的方法 就是一种非对称式的方法 好 那非对称式的方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字卡 好 所以说它会使用两个金钥 一个叫公开金钥 一个叫私密金钥 好 那公开金钥它其实是公开的 那私密金钥需要妥善的保护 所以如果某一个某甲要把资料传给某仪的时候 那么甲方要先用乙方的公开金钥先加密 然后再将密文传给乙方 那乙方接到密文的时候 再用自己的私密金钥来解密来还原回来 好 所以我们透过刚刚的字卡来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有两种形式 一种叫对称式 一种叫非对称式 那对称式的话就使用一个金钥 所以加密解密用相同的金钥 那么非对称式就是我们刚刚字卡的说明 所以就是说我们用两个不一样的金钥 一个叫公开的 一个叫私密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两个部分 它的使用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公开金钥 下一张字卡 所以说在非对称式里面 只有私密金钥能够解开公开金钥的钥匙 反之亦然 所以这个想法其实还蛮有趣 我们在刚刚字卡里面 所以这两把钥匙 它在加密跟解密的时候 所以我们用一把钥匙去加密 只能用另外一把钥匙解密 所以这两把钥匙要互相配合来使用 那么这样在使用上的话 它就会产生比较安全的应用 比方说我们在加解密的时候 我们可以保存一把钥匙 不让别人知道 但是实际在传送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把公开的钥匙 让对方知道 用公开钥匙去加密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私密钥匙去解密 所以这样子的搭配使用的话 会比我们刚刚所谓的对称式的方式 在加解密的过程中 我们比较不需要找到一个方法 去传递这种唯一一把的私密钥匙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接下来的字卡 我们再看看 好 那所以说我们刚刚的说明是说 如果我们有两把钥匙的话 那我们钥匙需要妥善保存 通常像是会放在光碟 硬碟或晶片里面 那我们使用的时候要打入密码 来确认我们的私密钥匙的使用权 那么像这种非对称式的这种演算法 它就可以具有像是不可否认的特性 好 那我们刚刚在字卡里面 有讲到一个特性叫做不可否认的特性 那我再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在使用像是非对称式的 这种加解密的方式的时候 因为实际上我们是有两把钥匙 私密钥匙跟公开金钥匙 所以如果我们用自己的钥匙加密的时候 再传给对方 如果对方可以使用像是我们的公开金钥来解密 来还原它 来还原成名文 变成一个可阅读的方式的话 那么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讯息真的是比方说是甲方传过来的 所以说因为只有甲方它可以拥有这样的私密金钥 所以如果这个资料可以被正确的还原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说那这个它就是不可以否认说这是我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叫做不可否认的特性 那么在今天的讲次里面我们主要来介绍 也就是说资料在传输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可能会被截取 可能会被下载 可能会被篡改 那么这样子的行为 我们是很难避免的 我们要去保护我们资料的安全 在今天的讲次里面 我们介绍的方法就是把它加密再做传送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 再看看课本上面的介绍 对这边有更多的理解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